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刚才有9000位独有在线 现在8300多位独有在线 谢谢大家的支持 独有们记得点赞这个直播 最重要最重要subscribe我们的优惠频道 还有分享出去 你subscribe了你就会错过我们任何一场直播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看到有大哥发进来跟我说 我已经买两次了 谢谢支持我们的铁粉商家 铁粉支持铁粉 铁粉也给铁粉优惠 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讲题 就是续谈重大宣布 还有亲力导安华机器支持力量 昨天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昨天我有一个重大的宣布 我从08年 从07年 06年进大学开始 涉入政治开始 当然我没有走到前线 我一直说政治是无所不在的 不管你参不参政治 不管你看不看政治 政治都影响你的方方面面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走上台前 我昨天的直播也有讲 参政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光荣的事情 是一个赚钱的事情 我不这样看 我们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光荣的事情 因为你把它当成一个光荣的事情就代表 其实你认为它是一个敛财 它是一个优差 在成熟的民质体制国家 它都视为一个苦财 因为你赚的钱又少 做的工又多 还要给人骂 当然在马来西亚其实是另外一种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真正是因为参政的人跟看参政的人都当他是一个优差 所以才有这一个风气 所以才有这一个风气 所以我们不应该推广这个风气 所以你可以说我自私 为什么自己不去参政只会讲 我就是时评员 我的工作就是讲 我写文章 我十年前就写了 我不是现在才写 很多人说洪律师你不要写 洪律师你不要讲 这个是我的自由 而且我写是人家邀请我写 给我钱写 我做直播也是有收入的 好过那些在Facebook的双民只会嘴炮 所以老实讲不要管大海 不要管大海 这个是我一直说的 所以即便我一直以来都支持行动党 公正党 包括以前没有诚信党 以前没有诚信党 我们支持回教党 你阿基斯还在的时候支持回教党 你阿基斯不在了 就不支持回教党 回教党已经变质了 然后我们就支持分裂出来的阿玛娜 你的嘴巴有月饼 我骂一下 也读有发进来 所以我一直都支持他 那我昨天做了一个重大宣布 重大宣布是什么 就是从昨天开始 我不会再帮西蒙 再不会再帮西蒙助选 帮西蒙筹款 我要倾尽我的权利 我只是一个小蚂蚁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大人 我可以做什么影响 从来没有 我都说年轻的时候 我认为我的文章很多人看 我很gang 可以改变马来西亚 年长一点 过了一两年 我就觉得自己想太多了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但是我会亲近我这个小人物的力量 即便我是一只马鱼 我也要推动你这个西蒙 这个大象 让你知道你一定要抛弃安华 你不抛弃安华 国州议席选票 我一票都不给你 而且我会亲近全力去帮任何的第三势力 除了巫统 除了国盟 除了国阵 有读有问我 你难道支持马华 难道支持明镇吗 所以这些西蒙的支持者的眼光是很狭隘的 不投行动党就一定要投马华 这个底下我们会讲到不要那么狭隘 我当然也不会支持这些党 其实我在铁粉圈有发出一个投票的优先名单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捷径一切力量去倒西蒙 倒安华 给他输 给他知道你抱着安华是死路一条的 所以我昨天做了这个宣布之后 我收到好几百条上千条的message 包括昨天直播也很多流连 很surprisingly的 有读有问我 红律师你做这个重大宣布 你不怕掉粉吗 你不怕没人支持你吗 你不怕没人看你的直播吗 因为老实讲 我一直最主要 我一直都是西蒙的支持者 我帮他们筹款 帮他们赚钱 我就算骂安华说他无能 说他没有用 我还是希望他当上首相 但我现在不希望了 因为我已经看清 他根本就不想当首相 所以确实看我文章的 很多是同温层 都是西蒙的支持者 所以确实有风险 是我这样子宣布了之后 这些因为我支持西蒙 才来看的人就会不看 所以很多独有担心 红律师你不担心掉粉吗 老实说我不担心 我都说我的直播不求人数 我们一开始开直播 千多人 一千两百人 我记得 那时我就觉得很厉害了 很厉害 我一个素人这样子 第一次开直播 就这样子 现在已经破万人了 现在也有九千人了 没有大事发生 也有九千人 我没有什么好书的 我没有什么好书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 你因为 其实没有一个人的看法 是跟我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说 我不要你们相信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东西 是要激发你们的思考 你思考了 你才决定要不要支持我 所以我的独有 我相信很多都不是盲粉 如果因为这个东西 我跟你的立场不一样 你就支持我 我下一个东西 可能跟你有立场一样的 你就支持我 你本身就是跟那些 风吹草之百的国会议员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到吗 我一直说 不要做你自己讨厌的那个人 不要成为你自己讨厌的那个人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 有一说一有二说 我绝对全力倒西蒙 我不会帮他们 但西蒙应该站的地方 我也会站 就像国盟 巫统 我对他们是一票都不会给他们 更不用说帮他们助选 但是他们做的好的地方 我们要称赞 像一开始 慕尤丁的抗议政策很好 那时我是称赞人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但是他其中有一些政策不好 比如沙比里的粉肠政策 让军人去站肝 让军人去 进到 去抓人 然后去执行这些抗议政策 我觉得是杀鸡用扭刀的 我说这是一个粉肠的政策 会把我们的军营 而且军人是住在军营 是群聚的 有非常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说是一个粉肠政策 该站的还是会站 该骂的 该谈的 还是会谈 但是不管你做得多好 你还是以安华为尊 即便你做对的事情 我也是不会支持你 我会赞赏你做的对 但我不会支持你 就像国盟时代的慕尤丁一样 所以我不担心掉粉 我也不介意掉粉 如果你要掉 我欢迎 但是我在这里也告诉大家 昨天我直播之后 有两三百个留言 发进来的信息 也有好几百个 算起来我应该收了上千个留言 大多数我都会礼貌回复 我告诉大家 有90%的独有说 红律师 我跟你一样的想法 我支持你 甚至有独有 有大哥直接跟我说 红律师 如果你要推动什么活动 放心 出钱出力 我back up你 你要拿钱 但我从来不跟我的铁粉拿钱 我从来没有私底下 跟我铁粉拿钱的 也没有跟独有拿钱 所以我不会这样子说 但是我也很感动 有独有这样子说 90% 包括昨天的直播 的投票 你还会支持安华吗 也有70%的独有说 不会了 然后我现在再看一下 刚刚YouTube的投票 你会支持红律师的倒西门 和安华的运动吗 现在投费的也是71% 所以告诉大家 我一直都说 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想法 其实我这样子做的行为 是要敲醒西门 你们要放开安华 不然你是死路一条 连我这种 帮你筹款筹了几十万 帮你站台 奔波自己出油钱 我去东甲站台 去 居邻站台 去击打站台 去孙爱加比站台 连我这种出钱出力 还出人的 我都对你感到失望 我都一票都不想给你 我看到你们就想 靠你 看到你们讲的废话 看你们讲的祈祷 我就整个人是超级赛亚人 要发挥 好像孙悟空 七龙珠的孙悟空一样 连我这种铁杆支持者 出钱出力出人 都会这样 你想一下那些 并非铁杆支持者的人 不要以为你的支持力量 是雷打不动的 恰恰相反 有一句话叫 民心如流水 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你不要以为 你不会变成另一个 马华 你继续盼着安华 继续这样子挥霍 人民的支持 继续这样子 有执政权 你不要拿 继续这样子 为首为尾 不躺浑水 只为自己的利益 自己在那里 吃香喝辣 当然他们吃香喝辣 没有活蒙多 他们没有部长 但是 国会议员的薪水 国会议员的拨款 很多钱 慕尤丁之前 才给了他们35万 这些都是 很大笔的一笔数目 35万是许多人 要做办事人 做10年20年 才存到的钱 他们一年的拨款就有了 一年最少有50万拨款 现在还可能会平均拨款 到每人都200万 你说 他们是不是在吃香喝辣 这些在吃香喝辣的人 却跟你说 不躺魂水 要明哲保身 我们放眼两年后 两年后会死多少人 如果经济情况再加下去 如果无能这样子下去 我也希望国盟政府 不要无能 希望沙比里 可以做同一番景象出来 但是我们人民 做不了 我们能希望 你西蒙能希望吗 并不能 你西蒙 是我们投票给你支持的 你却在那里袖手旁观 在那里冷眼旁观 这个是让你最失败的地方 而且你有机会 可以夺下政权 你没有去拿 这个是最可悲的地方 然后 这个是第一个要讲的 单不担心掉粉 然后第二个 很多 有10%的毒 也不同意 然后我把他们问的问题 其实我都有回答 在留言处也有 大家可以去看 他们问我的问题 我把它总结在这里 其实分析 总结起来就三四个问题而已 三四个问题 第一个 最多人问的 就是洪律师 你不投西蒙 我投第三势力 但是第三势力不能赢 你投给他不能赢 那你给国盟给武统赢 这样子好吗 最多人告诉我这样子的事情 比如槟城也输了 斯朗诺也输了 因为如果我们鼓吹 大家都投给第三势力 我也不投国盟巫统 间接让国盟巫统得力 洪律师 这个是你要的结果吧 这样子的问题 好像很有理 我相信现在肯定有毒 洪律师好像真的是这样子 我相信很多人这样子想 但是抱持这样子想的人 完全是错误了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 valid 现在为什么我们会这么DL安华 这么TL安华 为什么TL西蒙 原因就是你帮国盟帮到初年 你帮巫统帮到初年 你已经久住国盟 久住巫统 你有两三次权力已经掉到你的头上了 你把它推掉 然后推给国盟 推给西蒙 这次是最明显的机会 你只要endorse 沙菲律做首相 西蒙就可以重回执政 林冠英也好 尼可敏也好 安华自己也好 你们做不到首相 你们也可以做部长 做高级部长 做副首相 但你却不要 一直以来去让巫统 让国盟得力的人是谁 答案非常明显 是安华 是西蒙 所以你说洪律师 你不支持西蒙 是要让巫统得力 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们不支持西蒙 就是因为他让巫统 让国盟得力 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错误 而且是本末倒置 我们不支持你 恰恰是因为 你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我们给了你机会 你还是重复又重复的 让巫统国盟得力 九次的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安华七柱八柱 我写了两篇 七柱国盟 八柱国盟 现在这一次是第九柱 所以看到了吗 我问大家 如果下一届大选 我们投西蒙 西蒙 他有机会执政了 你认为他会执政吗 我跟你说 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 从我们过去九次面对西蒙 有机会的情况 他所做出来的决策 他所做出来的决定 我可以跟你说 到时他会第十次帮国盟 所以现在问题的重点是 你不要国盟巫统支持 你不要国盟巫统执政 你怎么可以去投一个支持 国盟巫统执政的西蒙跟安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没有西蒙再继续扑住安华 再继续走这样子的 懦弱无能之路 根本不想夺回政权之路 我是不会投你 这是第一点 就跟我们不投马华 不投民政 民政PLP 批到初联的情况是一样的 只至马华民政是PLP 批到民的在批 就是光明正大的批 西蒙是暗地里批 一次又一次暗渡成章 帮他渡过难关 所以你不能够支持马华民政 道理跟不能够支持西蒙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拜托 我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 西蒙是输定了下一届大选 安华领军百分之一百输 安华不领军 还有一丝丝的机会 让年轻人新气象 新改革走新的路线 不要这样子夹头 还有一丝丝的可能性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30多岁的纽西兰新总理 2017年 他是在大选前两个月 才接下工党 当时最大的反对党的主席职位 为什么大选前两个月 工党的主席会辞职 因为当时工党只拿到23%的民调 大选剩两个月 民调只有23% 工党会惨败 是其中一次有史以来 甚至是有史以来 最差的选举成绩 所以工党的领袖 他们民主素养比较高 他知道他做得不好 他自己辞职 然后一个叫阿登的 没有什么从政经验的 也没有真正的去参与到政治 30多岁 比我大一两岁的一个小女生 我也没有很老 他好像大我一岁还是两岁 就顶下了工党的担子 因为当时也没有跟他抢 没有人跟他抢 就像巫统当时的情况一样 2018年巫统的情况是一样的 为什么Zahid这个废材 可以当上主席 道理很简单 一线的领袖都没有出来 纳吉不能出来 伊萨姆定不能出来 纳资里也不要出来 这些人都是随便都可以打败Zahid的 连一个凯里 这样子年轻没有势力的人都可以让Zahid陷入苦战 他有什么理由可以领导 工党 纽西兰工党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阿登也没有人要出来 所以这个小女生 他就夺下了主席的职位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他竟然带领工党 赢了大选 当然工党没有赢下大选 其实他只赢40多期 当时的国家党赢了50多期 执政党还是最大党 但是阿登打出了非常漂亮的一战 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我还特地去找一下 比上一届大选还多赢了14个席位 所以他的声势大涨 纽西兰的国会有量120席 阿登赢下了46席 离简单执政61席 还有15席的差距 但是国家党赢了56席 其实差5席就可以执政了 但是最后纽西兰的首相是谁 是阿登 一个30多岁的女生 他就当上了纽西兰的首相 因为他拉到了纽西兰第一党 纽西兰第一党跟绿党 他们一个党赢9席 一个党赢7席 16席加起来 就比国家党还多席了 所以成功夺下了政权 为什么阿登在处于 劣势的情况之下 可以拉到另外两个党来支持他 纽西兰第一党之前 是跟National有合作过的 绿党也是一样 他们一直都有合作 那阿登为什么可以拉到人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打了漂亮的一战 他把一个包输的选举打赢了 可是之前是没有人看好他可以打赢了 他是临危送命 这就是西蒙的借鉴 我们都知道西蒙是死定了 西蒙这个闹样 这个闹种 去迎接下一次大选 而且投票率会跌 而且会有新首相效应 而且会有抗议光环 因为可以大选 疫情已经是一定是受控制了 而且你面对的 还是所谓的大马来人团结 大回教主义 你是输定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西蒙民 你应该加入我的行动 推翻西蒙 推翻西蒙 支持安华 换一个新的领导人 新气象 所以我看得更远 即便你真的大选投安华 你是浪费多一个五年 因为会输的很惨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促成这个改变 要给所有西蒙的国会议员知道 西蒙的所有政治人物 州议员也好 国会议员也好 你们不可以再拖住安华 拖住安华 死如一条 我们一定不会同意 大家去留言 就用我的那个hashtag ABA Anyone but安华 Asakan不干安华 安华 Undo Tola PH Persama 安华 这些hashtag 全部在你的留言放下去 把你的立场放到清清楚楚 不要再告诉他们 我会支持你 甚至是国我不投你 州我投你 回到以前的情况 因为你这样子 留一手的情况给他们 他们感觉不到急迫感 所以你要更好的马来西亚 你不要再浪费多一个五年 你要给他们知道 你绝对拿不到我的票 如果你还是这个脑烟 你还是跟安华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要推动的事件 事情 所以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 让巫统让国盟得利 真正让巫统让国盟得利的人 是安华 所以我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然后第二个 很多人说 很多我的支持者 老实讲 有10%的人是反对的 然后18% 1000个信息就有100个信息 有人发来是说 红律师你现在是很生气 你在意气用事 你带入了自己 你的感情 所以你做出这个决定 我告诉你 我完全不是意气用事 你看我在荧幕前说的很激动 其实我下一秒就可以回复正常 昨天君正哥才问我 为什么你跟刘博士的新生活报直播 你第一个讲题 你骂安华骂到七情上面 第二个讲题 你马上哭到 是不是有人打电话进来 有人发信息进来给你 说不要这样激动 我说没有 我本来就是第一个讲题 我就是生气安华 我就把我的生气表现出来 第二个讲题 我讲另一个东西了 我不用生气了 大家可以去看回新生活报的直播 君正哥这样问我 我才想到有吗 我才跟他讲 其实我就是真性情 我不会去演 我不会去伪装 我直播就是我最真的情感 我生气就生气 我想骂出话就骂出话 有些人 有些header来留言说 红律师你太坏了 你这样子 安华这样子出卖你 你还不骂他 这个是你闹走 不是我论 不是我论 看清楚这一点 所以我不是意气用事 我也不是因为我生气才这样子做 我是深思熟虑 然后我是看了整个大方向 然后我有分析出来 你看刚才第一道问题 我已经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的原因 清清楚楚 所以我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子 深思熟虑的 也很庆幸有90%的读友 明白只有10%中的少数有这样子问我 有些当然是像我刚才说 说Root要攻击我 但有些真的是关心我 说红律师你会不会悠转 你悠转就打脸了 你之后又支持西门 我告诉你 绝对不会 你看我几时有悠转过 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真正的分析 我做出详细的分析 思考之后才讲出来 不是好像大家以为 我直播我没有搞 就是随便讲的 并不是 我都是有分析的 所以昨天那些问题 我马上就可以回复他 对原因就在这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是很多人讲的 如果我的选区只有乌托对西门 或者是我的选区只有慕尤丁对西门 我怎么办 这个也是基础完全错误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子讲 我们现在努力 我说我会竭尽一切能力去支持任何不跟安华同流合乌的政党 任何跟安华同流合乌的政党 间接帮助乌统国盟的政党 我都不会支持 我就是要避免这样子的情况出现了 为什么以前只有国盟跟乌统对党 只有西门跟乌统对党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支持西门 我们不会支持其他党 所以这个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完全符合逻辑的 所以现在我们不支持西门了 我们要把我们的支持力量转去另一个党 给这些党知道我们要支持你 请你赶快过来 我们会给你一切的力量帮助 就算没有其他党 我告诉你 下一届大选一定是纯雄逐路的情况 我都说了 连独立人士可以投 我都不投给你们这些废材 我要给你们知道 你这个错误是很严重 而且我不要让我的选票给浪费 我不会投废票 我也不会不去投票 但我不要我的选票浪费 我要给你知道 我不会给你这个选票 除非你抛弃安华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很多人问 红律师西门抛弃安华 你就会支持吗 这当然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胜利了 你抛弃这个夹头了 所以你不要跟我说 等到大选 我先回答那问题 你抛弃安华了 我当然就会支持回西门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目标 不要再给这个夹头的去办 就像巫统如果抛弃种族主义 开民主义 由凯里做首相 然后他开放党 所以有人加入 变成国政党 我支持吗 我告诉你 我马上支持 政治从来都不是定点 任何一个政党 不是你的阿公 他对你没有恩惠 反而是我们给他恩惠 他欠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在我们东方社会 很多人会觉得 我们要尊敬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一点也不值得尊敬 政治人物要尊敬我们人民 是我们给他上台 所以不要本末导致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 所以西蒙 我们凭什么要给他思想和乐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明白 所以第二个讲题讲的 我最主要是讲这个 然后我也呼吁大家 我看到Yoshua做事活 也一直有发我那个 hashtag在Live Chat 在我的Facebook也有发 大家注意 我现在每一篇文章 每一个Facebook 我下面都会有一个hashtag 我会去推广这样的运动 而且是竭尽全力去推广 我会竭尽全力去推广 希望大家可以跟随 因为原因 我刚才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多拉安化 安化运动 多拉PH 还有ABA运动 Asa Bukan Anwar Anyone but Anwar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况 不要再让西蒙 挥霍我们的支持 去变暗地里支持巫统 支持国盟 这个是最可悲的事情 当然我讲了这么多 很多人觉得很down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说 可以失望不可以绝望 如果你绝望 离开马来西亚 离开马来西亚 不要在马来西亚等死 努力赚钱 或者是去跳飞机 我们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 我刚才这样子说 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问我说 洪律师 你是不是后悔投给西蒙 2018年的变天 你有后悔吗 我在这里直白地告诉大家 我没有后悔 2018年再给我投 我还是时光倒流 我还是一样去投西蒙 还是一样去 努力去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 不同的情况 当时安华还在做监牢 所以如果我可以时光倒流 回到那个时候 已经经历了现在的事情 我一样会投西蒙 难道我死都不会去支持安华 去释放安华 再让安华要做首相 因为我之前就说 他不是蠢就是贱 现在每个人都说他是贱 就是那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2018年 我们并没有做错 还是有正面的情况 这个也是我之前说 我们喜来登政变 现在又来武统政变 头一张票换了三个政府 大家可能觉得很down 其实没有 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子的常态 换得快并不是一个坏事 换得快其实也可以体现 民主的成熟 你看美国 美国几乎每五年就换一任总统 最多也就是做了十年 轮流的执政 你看台湾 他们的县市议会 这一届你赢 下一届就赢 中期选举就换人赢 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 我们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 令人伤心 或者是令人沮丧的情况 大家不用想 最重要是我们要促成 我们的转变 当然我的力量很小 但我会竭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好 这个讲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两个讲题都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